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树林是我们时马高田埋场第一阶段生态保护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发展第一阶段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红树林被移走了 后来我们咨询的环境专家 最终我们决定种回一片红树林 来补偿那些被移走的红树林 而红树林本身它也有天然检测的一些作用 如果你的水质不好的话 它们就很难生存 你看一看这一片茂盛的红树林 间接地就证明了我们这边的填埋工程 并不会影响到附近的生态 那请问红树林是怎么建成的呢 因为这片红树林非常的大 总共有13.6公尺 所以在建造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从外国引进红树林的苗 才能够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 种植这样大片的红树林 在建造的过程中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对这种种植不会很熟悉 所以因为水质的不同 第一批其实都死掉了 后来专家重新研究 确保水质还有海床适合了之后 它们才重新的种植 结果大片的树林就长成了 然而十码高垃圾填埋场的容量 毕竟是有限的 如果垃圾以目前的速度增加 预计到了2035年后就会被填满 为了延长它的使用 不少本地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 积极从事绿色转型 其中就包括减少塑料垃圾 根据国家环境局的数据 去年塑料垃圾的生产量 占了垃圾总产量的约13.5% 是第四大垃圾种类 然而塑料垃圾的回收率只有6% 远远低于大部分的垃圾种类 这栋坐落在纽顿一带的办公楼 前面的马路可不一般 它用特制的沥青铺成 原材料是3600多公斤的塑料垃圾 如果你比较来看 这是一般铺路的材料 这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它是使用这两种材料做成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new bitumen 我们用它混合生产的石头和原油垃圾 做成铺路的材料 这项创新技术正是胡舒贤和姐妹们的共同心血 舒贤今年26岁 是公司的业务发展主管 他的家族从事道路建设 姐妹们从小耳濡目染 为了传承家业 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寻找更环保的铺路方式 在2014年我们的new bitumen研究开始了 经过9年的研究 我们成功开发了这项技术 我们只回收污染的塑料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方案 来回收这些清洁又可分类的塑料 但是回收污染的塑料方案并不多 所以我们想对这个问题先下手 收污染的塑料包括这些有标签的空药瓶 含有塑料材料以外的空管 也有在医院用过的 但不是Biohazard的医疗用品 除了这些也有那些 含有生菜生饭的塑料盒 我们的技术有三大步骤 首先是把塑料废物经过结局 然后就化学重整 最后再稳定化成为new bitumen 所以我们的技术是 将它成为一个全新的材料 目前全岛有四个地点 使用了特制的沥青铺马路 相当于8000多公斤的塑料垃圾 凭借这项环保科技 公司在淡马锡基金会的帮助下 计划扩大回收塑料垃圾的规模 在未来我们将从100公斤的 污染塑料处理量增加到1到3吨 回收至少30%的污染塑料 希望把技术带出新加坡 在各国回收不同的受污染垃圾 然后将它们变成一个有价值的材料 为环保尽一分力 为环保铺路 有的商店就提倡减少使用塑料包装 这是本地第一间零废气杂货店 从食物到洗手液 顾客都能自备容器来购买所需要的分量 这样会比较实际 一是省钱 省包装 然后又不会浪费食物 我们的顾客会带不同的容器 比如洗手液的罐 然后有一些顾客会带新年罐子 也有一些顾客很像 他们有吃零食 很像薯片之类的包装 那他们就会洗干净 然后带那个包装来 那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带 很重的罐子来我们的店 网购的顾客也能节省包装袋 为环保尽一分力 这一袋就是我们刚刚拿回来 网购的袋子 他用完过后 他们可以把那个容器还回给我们 那我们会把它清洗消毒了过后 再装满 然后他就下一次订购的时候可以使用 随着国人的环保意识提高 国企也发现到 有越来越多顾客 愿意迈出第一步 现在其实蛮多人都对这个概念会比较 接受 然后他们会觉得当他们已经开始了过后 然后他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们也可以省钱 其实我们有蛮多顾客跟着我们这五年 也慢慢建议这种生活方式 酒店客房使用滤水系统 你知道它能省下多少塑料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